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这一支也是一样,观众讽会做的一支干笔英雄52 那这一支拿回来我就拆过一下就打开了一下塑料包装 但这个我当时来了好像是五六支左右吧 然后我忘记是不是我自己放进去了这个东西 阳光有点大,那简单抱歉,因为我现在看屏幕看的不是很清楚 那颜色上面来讲的话我记得是有颜色可以选的 因为买了一点久了就不太记得 因为基本上超过一个星期的话都不太会记得 那还是一样,我们先把这个给放回去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支笔 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东西吧 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大小吧 那大小的话,我暂时来讲的话 就一支这个万宝龙的146 然后白丽金的这个205 然后还有一支这个英雄100 那暂时我会尽量拿这几支笔就是这三个品牌的笔做一个长度标准 那因为这三支笔我相信如果有用钢笔人他都会有 那就都会有其中一支 那我就直接拿以后就拿这这几三个品牌的笔进行一个类比 那这样子你们就能很清楚看到一个尺寸了 那跟他比较接近的那个英雄100 那英雄100的话反正就会跟他对比起来那会比较细 然后这一支笔本身的话一个磨砂的一个手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啊 那另外一个他的笔的话他会比100稍微重那么一点点那比较的话弹性相当不错 反而我觉得他比较整个比较出来的话会相对来讲比较有诚意 就是说他这个单纯他这个外观了 但是从这我不知道这支笔是不是属于库存笔还是是一支那个现场笔 这个黑色的看起来不是很光亮 就感觉有点质量不是特别好就说的直白点 那这个是笔尾的部分笔尾部分这个银圈有点小 那我我个人喜欢就稍微往这个银圈往下往下再拉低一点 那这支笔看起来相对来讲比较大气 那整支笔看起来是相当也不能说相当比较的小气 那磨砂的手感来讲的话这个摸起来有点像那种什么就是spray coating 就是直接喷上去那种感觉 那这个不知道时间久会不会有连 或者是就会不会连手这样子比较担心的这个 那笔的话是一个插拔 那里面的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有一个塑料的套筒 防磨缸的一个白白的 呃对一个白白透明的吧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那笔帽大概就是这样子了那我们看一下笔身笔身的话应该是常见的那个3.4的 哎推拉可以可以这个是那个西莫西而不是终于不是那个就是几年式的了 这点我个人来讲非常喜欢 呃我这根笔的话唯独的一个好处我觉得是它的笔 我跟笔杆来讲相对来讲就是它的直径相差不是特别的大 写起来的话本身也是偏细那长度也是刚刚好非常够 能看到我这里如果再拿我拿高一点那有点架不住 但是也还好那正常笔都不会说有说架不住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也现在笔很少 除非真的特别迷你的那种笔 笔尖上面来讲的话我应该是EF尖吧 笔尖的话雕画上面就没办法可以去考究了 我看一下能不能放清楚一点 好像没办法很清楚看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了 不好意思屏幕有点躲动 那笔尖的话就是正常的一个应该是属于刀锋打磨的一个笔尖 应该看起来的话那个中缝都好像没有都快看不到缝了 那感觉这个笔应该是相当的细 就不知道出水怎么样 笔尖来讲的话就是应该是正常开磨的 那上面没有那个一横一横的一个凹槽 那反正有没有那个凹槽影响不是很大 就是很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外观的一个问题了 它不会造成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 另外呢比唯独比较担心就是这个笔杆的那个使用时间了 就是说刚刚讲的连性 那其他的我觉得还好了 那现在剩下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塑料感非常的强 它黑色的这些塑料就明显能感觉塑料 它不太像那个你看百利金的这种 它就没有那种就是说它也是塑料 但是它也是塑料但是没有那种很强的塑料感 你们可以对比一下看一下 就是那个可能是那个反光吧 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反光影响影响的 好那大概就差不多这样子了 那该讲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讲的 这支笔的话碰的笔多了感觉就很吃穷了 就是看起来很难有一个精细感 那还是一样我们先去上磨一下 我觉得唯独比较好评的就是这个推拉斯上磨器 这种上磨器真心很方便 好那上一下墨我们先 好可以了那能看到就是说我就随便上一点 就不会去上太满了因为也是一样这支笔 因为现在一开一路手就知道会不会长期用了 那其实个人用来用去反正也就拿两三支 那其他基本上也是属于打路人工的还是 就基本上不会用 因为第一个要习惯第二个的话 呃天天换笔老洗笔也很累 好那也是一样我们去书写一下 好书写完了那首先因为这一支笔的话我之前用完墨了那 那我换了一下笔信发现一个问题 能看到吗 差别很大 那这个之前应该是0.38的不是0.5 那这个我搞错了 这个才是应该正常的0.5 那现在这么看的话能看到就是说那这支笔 对这是我搞错的一个点 那其他的 呃这支笔首先这么讲的价格他不是很贵 对我我买回来的时候反正就是那个十几块人民币左右吧 因为我是打打包好几支一起买的 那这支笔的话很呃不知道能不能听到的声音试一下 呃有主力感但是一样有点小滑那也不能说滑了 就是说他主力感但是不刮的这样子一一一支笔 那感觉他所有的成本都在那个笔尖上面笔杆上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去值得去那个去夸张的 也没有地方值得去怎么去去那个去批判或者去怎么样吧 这类的一个词吧 那呃对好那书写感受来讲还是挺ok的 但是呃反馈感不是特别强 就是说你要有出息这个我觉得比较难 但是写起来真的挺舒服的 反正也是挺是要写中文的我觉得还是还是ok 笔尖来讲的话 比弹笔的或者墨匠的那个笔尖的写感都来的好 那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最大优点 那时候的成本嘛都在笔尖上面 毕竟笔尖是本身一支笔的灵魂嘛 好那大概就这样子了 这支笔今天就做到这 那就下次见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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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